业主要收回投资出租房 却变成了噩梦 解答房地产投资 以防养房 养房房老 大家好 我是Sam Liu 解答地产broker 大家都知道在近十几年来 就是自09年金融风暴之后 然后多伦多的房价是一路往上涨 在这个过程中 它也有个原因 就是在09年的金融风暴时候 08年 09年之间 这个金融风暴时候 美国首先用了制定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美国引起的 然后他就制定了一个救市方案 就用了一个QE 这个QE也就是说 大量的救市 救市就是印钞票 印钞票来救这个企业 银行 然后加拿大也是跟踪着做 那从这个状态 就是大量的现金进入到社会 那主要就进入到房地产跟这个股票市场 所以在加拿大 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 自从09年之后就一路高歌猛进 然后就开始上涨 房价上涨 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 大家都看到了有成长的机会 很多人就往这个房地产里面进 只要是能抢到房子 买到楼 这就等于是赚到了 因为它的规律是一个进的在上涨 它上涨的规则其实也就是因为大量的QE进入到了社会里边 那就是资金进入太多了 那就往房地产里倒 人又就是刚需也有 炒房里也有 买房里投资里也有 就夹在一起 就是需求大了 然后又有资金又需求 那它就变成是价钱就一个劲往上涨 这样的一路走 走到了这个2016年底 2017年一开年呢 1月份到4月份 多伦多的楼市上涨超出30% 这在加拿大的历史上 房屋上涨在短期4个月能涨30多% 这种现象是没发生过的 那接下来房价还继续往上涨 这个时候政府就开始感觉不对劲了 觉得这个 第一个QE也许 用我的理解就是QE进钱太多 人买家太多 供需不平衡了 房价就上涨了 加上人口也多 移民人口一路加上来 所以政府就看着这种状态就是限制了 开始出了很多条例在后半年的时候 那就在18年1月1号 然后就开始实行 像这个外汇管制了 大量进现金也要被管制了 然后还有就是去银行借贷 受到严格管制 还有它的这个风险评估也加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把多伦多的房市给控制住了一下 2018年房市就变成了平平稳稳的往下走 就是平衡 然后往下走了一点 到了2019年看到这个房市是真的是下来了 抢房子也没那么激烈了 然后房价也下来了 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认为说 多伦多的房价会下来了 然后可以去调整一下 至少让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格可以合理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突然间到了2022年 然后疫情爆发了 这个疫情爆发了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疫情给大家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首先政府的居家令都不用做事了 公司也不用开了 什么都回家 然后都在家 那怎么办 不能坐在这里啊 又来了一个QE 这次的QE是更大的这个QE 然后这个也就是美国在执行 全世界好多发达的机器的这个国家里边 基本上都在做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救市 好了 救市我们就讲加拿大 怎么救市呢 又是大量的印钞票 然后呢 补助这个公司 商业 补助个人 人坐在家里就可以收钱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 把疫情给就相安无事走出来的这种救市的方案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相对来讲呢 它有两个反面的这个作用 就是这么大的这个印刷钞票往这个社会上送 撒钱 它这个通胀是跑不掉的了 那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连住两次大量 在十年左右就连住两次 这种情况下 对这个社会的冲击非常大 对房地产的这个刺激也非常大 所以房地产的价格就直线跑 还有一个就是在COVID的时间里 大家都知道 安省省长就说 COVID了 大家都要保护好对方 互相帮助 这个租客不能赶走了 租客就可以 不管怎么样 租客不要赶走 那就给这个Land Run Tenant Board的这个信号 就是说法庭可以推迟 开庭 总之一个目标就是不感人 那对业主来讲就傻了 但是对租客 好的 租客人家觉得这是正常 你看像在疫情的时候 一商量减租 好 业主给他减租 好 那不住了 搬走 行 空在那里 业主也能接受 但是不交房租 又不能赶人 有些租客就take advantage 也就是利用这一种灰色的这个政策 利用这个疫情 他就来占便宜了 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安省的政府部门又做事 本来一个月就能解决的问题 推三五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能上法庭的 推了十个月都没上法庭 像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租客就看到了一个租赁法的灰色地带 我们知道当时讲 以前都跟大家分享过 在安省 业主要收回房子 只有两个权利 第一个权利就是卖房子 你能把房子收回来 你的投资物业 投资出租物业 那第二个就是你家里人自住 直系亲属自住 你可以把它收回来 那在这两种条件下 你可以把房子收回来 如果租客有交租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你很难赶人 为了一些小事 你送上法庭 给你许坏呀 拖持交租啦 有些噪音啦 这个你去上法庭排期 基本上这个法官都是保护租客多过保护业主 因为业主的权利没那么大 再加上省政府这个省长又讲说在疫情之间 不能赶租客 那就给了信息 就是法庭上就吞齿审理案件 这样在疫情一路走到今天为止 基本上所有的系统都错乱了 那一错乱推迟了这个法庭的期限 除非是不较租力快一点 其他的东西全部 其他的问题都推推推 就是这样一句话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 他都给你推了 那你也没办法 因为这里讲法制嘛 而且保护穷人多过 保护富人 所以业主的权利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 这就是说在疫情造成了这个问题 相续延续到疫情之后 就像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也是这样 那接下来就是说印钞票嘛 这我们讲回来了 房地产市场仗位很好 因为这个QE 然后第一个是09年 第二个就是疫情 2020年开始 然后他一路就把多伦多的房市给他推起来了 那在疫情之间 我们就认为 大家都认为说房市会下来 房价会下来 没下 反而还涨上去了 好了 但是租物市场就真的是很恐怖 很多空房率 20%的空房率在疫情之间 然后房价租的也很便宜 那当然都是有人住就可以了嘛 很给钱就行了 所以给完钱之后 疫情过程中 这个房价是一个就是说bonus对投资者来讲 反而租物就是一个negative的 就是变成是一个负面的了 空房率高 房租上不去 又要减租 这就对业主是直接冲击 那就冲击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了 好 那就说利息加上去之后 好了 这是房通胀嘛 通胀完了 然后就是整个运转就是一个系统 那就变成了通胀高了 然后房价也涨上去了 但是在疫情过后之后租金也缓过来了 然后什么都上上来了 在这种特别好的情况下 那就说突然间大家政府都要救通胀了 我们知道面临了通胀回来了 怎么救 那政府用了一个以毒攻毒的方法加利息 为了救通胀压下来所有的这个高通胀的这个指数 来了一个加利息 一加利息加一次两次还好 连续加十次利息 那这样一加利息对我们这一群投资者来讲 还有对这个借债高的人类来讲 群体来讲 还有这个就是说用借钱来经营的这个群体来讲 所有总之你有跟银行借钱的任何群体 都是一个直接的打击 压力非常大 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政府为了这个控制嘛 控制这个他们印的钱这么多 撒在社会里他制造了通胀 制造通胀之后他现在又说我要救市 救市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利息 那加利息的一次又加这么猛 好了就变成是雪上加霜 很多这个房行业业都受到了冲击 我们特别今天讲的是业主 业主就是我们借贷借银行的钱买房子投资 然后租出去让租客帮忙工 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 在疫情当中把这个整个系统错乱下来了 然后灰色地带的对这个租客的灰色地带就越来越大 业主的权力越来越小 那好 就变成的是说我们业主要怎么样才能走出来 那利息这么高他直接影响就是我们的承受力 那我们这些投资者把房子以前租出去的房子 买下来的房子租出去变成的是租金盖不住 我们补一点点也行 那早期买来能盖得住还有一些盈余 但是他一加息这么高 然后我们的承受力就变成是说突然间我们要付 多出来大概有至少有的是翻倍 有的是50%以上最少 不管你之前用什么mortgage 他一renew你就付了至少50%到一倍以上 甚至还要高 看你借贷多少钱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新收的房子 新借贷的mortgage 利息都在六厘七厘左右 那你想想那这是多大的压力 好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承受力就变成是最大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要想到收支开支平衡嘛 我们做投资的就是租出去 然后呢 付掉开支 那现在从哪里收入呢 我现在开支加大 收入减少 我从哪里收回来呢 那有些人就想想是不是把租客给赶走 是不是把房子收回来 重新租之前的 我们不是在讲说疫情已经错乱了 很多租金都不够 之前的东西也不够 租出来了也不够 不够盖这个开支啊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那投资者有房产的人 拿来出租的人只能这样想也是很合理的 那就是跟租客协商 让租客搬家 要么就是说我收回来自住 这是两种条件啊 有一些就是说新房子可以加市场价 如果是2019年 2019年这个18年尾 19年头来新房子收下来的 你可以随便加租 加到市场价啊 也不是乱加 加到市场价 那至少可以帮忙盖一些费用嘛 但是在这个18年年尾之前的 所有的投资出租房全部都要停留在 政府设定的0.1或者是2.5%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额度 如果租的早了 那便宜了 那就是几十块几十块加 那这种情况下 你的mortgage一加都三五百 一加就六七百七八百上去了 你这才怎么都盖不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制造了很多业主在动用这种方法去跟租客谈 让他走 或者是说收回房子 用这种理由也有啊 然后就收回来重新再租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问题 就是说业主要收回来他投资的出租房 却变成他的噩梦 本来是好好的 生活也很平稳 只是说加重一点点这个经济上的几百块钱的补助 缺少了几百块钱 因为mortgage renew嘛 租金没有账嘛 但是呢 他一想这个办法去收房的时候 有了租客配合 有了租客不配合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是在COVID的时候呢 省政府 省长都讲话说不要赶租客 那制度跟这个体系都开始慢慢来 甚至连那个租赁法的这个法庭也开始拖延 你也没办法讲 他们甚至都在家工作 你怎么去上法庭 都是在网络mitigating 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会有效力 那租客就看到这个机会来了 灰色地带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跟你玩这个游戏 我也不是不交租 但是你加租我不给 最后谁说了算 等法官说 这一等三个月没可能 五个月也不知道 十个月才有个结果 那这个时候业主就疯了 天天要追律师 追这个叫paralegal 就是民事诉讼 有牌照了 追到了 查到了 最后还是没有 最后法官说也许给 也许不让你加 也许让他搬走 也许不让他搬走 那我们就有一个case发生了 不止一个 最近发生了很多 我只拿一个最典型的case 好 那就说在我们有一个投资者 他也是很会做事很规则 什么都很好 正常来讲给90天三个月的时间给租客notice 就基本上都已经符合了规章制度 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可以了 就说我要收回房子 他在六个月之前就说 你们通知诸客 那我们就送form 通知诸客说 这个买家是父母 说他们买家现在跟儿子有点商量好了 要出来自己住 所以这个父母就说 我要把房子收回来 你们可以搬走了 到月底你就搬 它是按照我们六个月前通知 然后也就是最近 上个月二月底到期了 他可以搬走了 我们从去年就通知这个notice 好 notice也送了 诸客也不出声 然后就说接到了 问他收到吗 他说收到了 那怎么办 那就是大家只能等嘛 当然因为你找了六个月时间送过去 诸客就有足够时间去找地方搬家 但是到了二月快到了底的时候 诸客回个话 回个email讲说 对不起 我不搬家 我用心用力去找了 我找不到房子 而且我现在的收入没有那么高 我搬不到 你给我时间 等我找到了 我再搬 那业主一听也火啊 这个是业主的权利啊 对不对 父母自己的买了房子 投资出租给他 但现在想回来住 你不可能说是你找不到房子 我就不能回来住 对吧 那业主就开始很生气 就是吵架 然后觉得大家都做事不合理 不够好 不够专业 那现在变成的是请了律师 律师说这种case 如果你请律师花费按小时算 便宜的做法是paralegal 那我们就有一些paralegal介绍 然后这个业主就跟paralegal沟通 paralegal一看 所有的文件一看 说这个很正常 最近每一单case都这样子接了来 他不是不交租 他交租了 他就是给你不搬走 你就只能 唯一的出路就是说上法庭 让法官说他必须走 还是不必须走 也许法官会跟他说必须走 也许法官说你就慢慢找吧 找到你再走 所以但是业主就不行了 每一天就在这边挤 因为他的计划是爸妈搬进去 自己的生活也轻松 爸妈也独立 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变成他的噩梦 天天追 一天打了十个疫苗 怎么样 诸客有没有回话 诸客回话吗 他不用睡觉了 我们还要睡觉了 是吧 但是我们很想帮 但是连法律都控制不了这个诸客 都不能说yes no吗 那谁能做得到 所以变成业主就精神很紧张 一有空就打电话 到底怎么回事 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事情 我可以做什么 最后我们发现这个 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 我们刚才分析过 就是在疫情整个体系混乱 这是租客利用了灰色地段来抢 来take advantage 就是这样讲 就是利用这个 然后他就自己找了 他反正说我还照样缴原来的租金 也不说加租 业主也没说要加他租 就说我要收回来 他说我就缴房租 你就别赶我 我找到我就搬 好了 搬成业主就变成是天天睡不着觉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那就变成一直掉在心上 计划也不能进行 只能等租客的答案 其实租客也咨询过 我相信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掉胃口 让法官说yes我就走 说no我就不用走 那这种状态的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像我们投资者 你是正在做投资的 然后的出租房 如果你一定要搬回来住也没问题 或者你的资金这个周转有点不灵 或者是mortgage renew 也没问题 可以尝试着收房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通过这些发生这么多case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 是整个体系的问题 最好的方法是第一 先咨询一下 不用咨询律师 就是咨询paralegal paralegal是天天代表民事诉讼的 就是这种租客法 租客跟这个租客业主之间的民事诉讼 那如果你有很大的几率 这是说几率很简单 如果他的租金真的是很早很早 租了很便宜 你的几率就小一点 如果他的租金很高 也差不多 这个几率就高一点 还有就是说这个租客的收入 如果租客的收入很高 他也无所谓 他就搬走了 如果租客的收入真的是低收入人士 那又是一个痛苦 所以先找好 paralegal咨询好你的几率 你的问题 自己的计划也要随和一点 不要说是 不成我就上法庭 其实最后拖了这个 花了这个钱 花了这个精力 那就是法律得到了 谁也没占到便宜 但是你不收吧 这又是一口恶气 租客就趁着这个机会这样做 所以首先先找好这个paralegal 问好之后 然后再算这个账 花了这么多时间 花了这么多钱进去 把房子收回来 自己住进去再补了钱 算一算到底是不是你最终的目的 是不是你真正的合理的方式 这个很重要 所以那就说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 你把你的房子出租出去了 因为这个renew mortgage 或者是这个收支开支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家庭的这个计划问题 也许可能最好的方案 也许真的是去找一个别的地方 自己再租给爸妈 这边的租金补一点 然后那就是也同样找在一个房子可以住 相安也是无事的 这个也能解决 也不是做不到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投资朋友 那就要三思而后行 特别是在这个 不要把自己的生活 绞入在一个租客的这个民事纠纷上 把你的生活搅乱 搞到你不黑不白的 天天在那边发火发急 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 还要等法官说可以不可以 至少你自己的生活 自己安排有多重的方向 这是最好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同样的问题 可以打电话我们咨询 如果你需要这个paralegal的这个information 我们也可以提供 只是说你先跟他们咨询一下 再做你的全盘计划 这样比较合理一点 好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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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收看